这一排都是螺蛳粉 这地儿绝对够隐蔽 刚开门嘛这是 去年我们来他们家吃过 你忘了吗 他们家螺蛳粉里是可以放一面的 可以加卤菜了吗 可以 加这个卤菜是吗 加卤菜 木耳和腐竹炒过的 要猪皮 还有炸蛋 鸭腿 鸭腿 鸭脚 我要加辣的 你家加辣辣不辣 看着还行 我这次来六周都吃加辣的 45块5 我这一半啊 45块5 有一个辣肠 我忘了加猪肺了 我想把你家的能夹的肉全都吃一遍 我要微辣就行了 虾辣的好吃 那我再加点辣椒也行 听不了劝 这人听不了劝 对了 我一起酸辣 多少钱 都再来一块 嘿嘿嘿 70块5毛 70块5毛 70块得了 配菜自己加 看看想吃啥 榨菜 这是咸菜是否则 这个 空心菜 加那么多 那小哥说这个贼好吃 你们也知道这里 可难找了他家 嗯 小哥说本地人才比较熟悉 他家可难找了 这一排原来有6到8家 一个小店子 两个没了 原来就摊子 原来这边是螺蛳粉一条街 姐说这家店开了30多年了 对对 20岁 不到50岁 哈哈哈哈 我的都冒尖了 这我还没加完呢 谢谢 太棒了 谢谢姐 拜拜 这是你19块钱的 你看你的比我寒酸多少 我还有两个蛋 你真的很爱比 哈哈哈哈 这个应该是我来柳州 我点过最贵的螺蛳粉了 他们家肉都是那种贼大块的肉 大猪蹄 鸭腿 鸭脚 炸半 那是19块钱的螺蛳面 第一次吃面 不蛋我害怕 哈哈哈哈 面更软一点 面更软一点 更喜糖 面也好辣呀 我的粉全在下面呢 螺蛳鸭腿 蘸一下螺蛳粉的汤 哇 你这脸好重啊 刚起床就来吃螺蛳粉 啥东西蘸螺蛳粉的汤多好吃 我的面好软啊 螺蛳粉的鸭腿吗 嗯 差不多还嘴了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鸭腿 螺蛳粉它真的包容性贼强 你想吃啥东西 都可以放到螺蛳粉了 汤里边 因为它味太大了 嗯 帮我找上粉啊 在下面呢 猪皮 酸辣猪皮 还行 加不起来啊 哇 摸不积积的 把这粉淋上来之后 摸不积积的 汤都细没了 外吊吃完粉之后 我觉得你那个面更好吃 螺蛳面挺好吃的 我觉得螺蛳面就软软的 面就是软软的 然后我这个偏硬一点弹弹的 哦 腊肠 金银剔透的腊肠 俄罗斯碗里边唯一舔的东西 我可惜了吃这个 谁能知道我原来是个腊松 咱会吃腊也没几天 好油死我 这一口蛋会把我松走了我惊 他们家的巨大西汤豆腐框 它好像大嫂子 一口汤 离开柳州之前最后一度罗斯粉 一定要记住它的味道 毕竟一年才来一次 都忘了是来缩粉的 看我这碗红不红 粉没吃多少 吃了一个猪脚 吃了一个鸭脚 他吃了一个腊肠 两个蛋 这粉是干嘛的 粉也是干嘛的 今天就这样吧 狗鸡蛋就是我的饭 我们明天见吧 拜拜